因為特殊妝怕水變成下水畫面一定要一次過 所以我非常的緊張 很怕拍不好這個畫面 全程不敢流汗 我等於是讓自己一直保持在一種心靜自然涼的狀態 我終於做了一個我想做的企劃 這次為了拍吉巴羅 我花了三萬多塊製作這套精美的服裝 真的非常感謝厲害的妝髮師造型師 可以讓我挑戰這麼有趣的主題 在第一次看完這個影集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我跟湯宇超適合拍這部的 你有沒有覺得我的妝特別的厲害 你看我的嘴唇是一個一個貼上去的 跟我接吻根本就是會流血的感覺 請問這樣還可愛嗎? 還蠻可愛的啊 這樣還可愛嗎? 好啦有必要有殺氣一點 這樣可愛 有時候你們的邏輯呢 當天水真的非常冰 我一直在揣摩這個角色 我想像的是喝最後的自己 應該很自然吧 因為特殊裝踏水變成下水畫面 一定要一次過 所以我非常的緊張 很怕拍不好這個畫面 全程不敢流汗 我等於是讓自己一直保持在一種 心境自然涼的狀態 我們都不一樣 很像小的聲音 不太理解 但是皇上ắt都沒辦法 像石斥 很下巴 所以我對李奇 不要�� distor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了这一两个月 我满心期待的就是这一天 然后在找场地的时候原本想说 真的要这么的完美 找一个这么大的瀑布吗 因为其实这种大瀑布都已经在深山里 光是前往都是一个困难 但好险我有我们的平面摄影师少林 总是会让我们找到这种非常难 非常可难的场景 但是就是逆景很胆走 而且走了很大一段很累 但是看到这个景 然后看到拍出来的照片 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然后也非常感谢 我觉得算是我认识化妆师裡面 数一数二最厉害的特殊妆的美妆师 就是Sandy跟Shop 希望大家看到成片觉得 我也可以做到我认为我是很棒的事情 希望我是台湾扮七八雷 我最像的 因为我听见一个七八雷 不要吧 不要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感谢所有的摄影师以及美妆师 还有我最亲爱的老公 你不要啊 吧 旅游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